小花 加油 小花 加油 小年 加油 小年 加油 中国女子选手最强冠军 即将诞生 漂亮 小年 干的 来了 打 打 祝贺 冯潇灿为黑龙江龙云格斗 拿下这一分大比分来到了2比1 下来将会迎来黑龙江龙云格斗的赛点之战了 和南卫视文化中国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顶级综合格斗赛事武林龙中队 经过了2021赛季整个赛季的激烈熬战 今天晚上我们终于迎来了总决赛之夜 大家看到在我身旁多了一位好朋友 他可不得了 他是象征着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的最高荣耀 而争夺这个奖杯的两家俱乐部分别来自黑龙江龙云格斗和山西新度武术 在总决赛正式打响之前 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陪伴着整个赛季的三位老朋友 首先欢迎的是我们的俄美武术宣传推广大事 俄美武术飞移传承人林云 中国搏击第一女主持 武林峰最美主持人韩燕 武林军师第32届奥运会拳击官方解说 也是刚刚解释完北京冬奥会归来的王燕博 我们在经历了上一场女子的五局大战之后呢 接下来将会迎来的是黑龙江龙云格斗的赛典之战了 所以首先有请凌云来推荐你们这一轮出战的选手 到底会是谁 我们要出战的这位选手 可是有五十多个人惦记着的 哎呦万人迷啊五十迷啊 他是什么样的存在呀 光听名字就够了 其他的解释对于他来说太多余了 那咱听听他的名字怎么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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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赢 打赢 一下子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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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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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B节目得劲啊 说实话 我真觉得您不用戴面具 其实更像猴子本尊 更有那个齐天大圣的感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触碰到了我的专业领域好吧 还要再翻一次吗 那不至于 我能不能把衣服给扒了 哇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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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漂亮 这个衣服确实有点 完了我衣服已经 很帅啊 很帅 峨眉武术它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猴棍 因为峨眉山它的 峨眉拳法很多都是从猴 演变过来的 所以猴棍呢也是一个比较有色色的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孙悟空 也欢迎你来峨眉山 真的了解一下峨眉的猴棍 很出名的 猴子啊 沙买提 他是一位让我们印象 非常非常深刻的选手 而且这两年在铁龙当中 好 渐 Pictor 厨眉山 你已经在那边 以后来 accountability 我去教授 你在这里 我去教授 我去教授 我来教授 我去教授 我去教授 你教授 我去教授 我去教授 请上蕭龙 那么现在请两位面对对方 面对自己的对手 来 听一听你们内心有什么话要对对方讲 来吧 我可以借给你摸一下 但是你带不走他 来吧 蕭龙 穿一棒 放马过来 来 有请两位运动员做准备 迎接这场男子金腰带的未冕战 接下来您将会看到的是 山西新度与黑龙江龙云格斗的第四场比赛 现在场上的大比分 龙云格斗是2比1领先山西新度 如果这场比赛龙云格斗再下一程 他们将会率先锁定今年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的总冠军 当然想要拿下这一分却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这一轮山西新度派出的这位选手是他们绝对的超级明星选手 他也是我们武林龙中队现役锄量级金腰带拥有者 更是武林龙中队13连胜的记录保持者 他就是一号战机 李小龙 去年输给我以后 然后他可能心里也会不服吧 然后我估计他也是憋了劲 比赛嘛那一场上见呗 一般人绝对是打不了他们 很多人想挑战都想挑战 谁也想挑战 想出个意外想凝影一下 怎么可能呢 金腰带要是随便这么拿的话 谁都过来拿了 谁都过来挑战了 腰带在手 天下你有小龙 本场比赛 黑龙将龙云格斗派出的这位选手 他自小就非常喜欢中国四大名著当中的一位英雄 那就是齐天大圣 他就是来自哈萨克族的侯子沙迈迪 沙纳提 我带着他整整练了一年 无论是战力 还有摔脚 还有地面 都有大幅度的那个奖金 我觉得这次很有信心 就一直到这个机会 我不想说过这个机会 我会百分之百死的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骁龙与沙迈提 沙纳提的二番战 那这也是一场男子除量级金腰带的未免战 那这场比赛将会打满五局 每局五分钟 今天晚上这场比赛 金腰带能否一主 骁龙又能否创下14连胜的新纪录 而对于两家俱乐部来说 山西新度没有退路 黑龙将龙云格斗 能不能提前拿下今年的总冠军呢 让我们大家共同拭目以待 场上裁判员赵紫阳 武林龙中队龙中 开战 判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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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武林龙中队 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总决赛的比赛现场 我们在中国郑州 看到广播电视台8号 您们听闻您带来本场比赛的情况 我是平安玉成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 是在我们俱乐部黄金联赛总决赛当中的第四场比赛 把他赢机啊 他动作很大 加油小龙 三百级刹那级要挑战的是 在武林龙中队当中男子除量级 也就是61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的金腰带 漂亮 他就一个护摆拳 他就一个护摆拳 如果这场比赛打成平局 骁龙还是会保有腰带的 因为作为持有腰带者 他只要跟对方打的一样好 他就能保持腰带 最终这条除量级的金腰带的归属 也将在这场比赛当中 为大家呈现出来 所以这是一场五回合的对阵 出来啊 出来啊 起来啊 抢一下起来 不要给背 整个比赛的结果也会影响到 最终谁能够拿到武林龙中队的总冠军的奖杯 感觉两个人打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激进呢 漂亮 漂亮 手打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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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手打开哎 不要急不要急啊 不要急啊 小龙不要急对 你龙龙的爪漂亮 小龙龙的모展 身上有个小龙虽然 是要打一个十字枯 这个人拿的不错 消灯现在应该是 非常有可能有 非常有可能有 脑袋往下压 对 那么这个十字顾 小买梯 杉纳梯 一进地面之后 马上给了这样的一个靶位 但是两个人现在 是在做一个绝对力量的比拼 目前来看 小龙应该状态还是不错 重心 重心往你的右侧压 对 翻身十字顾 头转过来 对 对 对 头再转 对 对 对 杉纳梯 杉纳梯也是 不想错失这个机会 这个十字顾拉得很紧 但是小龙也是死死地 压住了对手 不给他更多发力的空间 就很多时候选手会往后扒 越扒这个夹角就越大的 就越有可能会伤 往下压是对的 对 小龙手肘还没出来 他这个时候可以往外拉 对 好了 对 对 果然这个十字顾逃出来了 现在到了一个上压制的位置 上海基也给我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这个比赛 好稳啊 太厉害了 上了以后一环扣一环 也不着急 上海基 上大体也是抓紧时间 把对手脖子给圈过来 让他靠近自己的内怀 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他的打击空间 这其实是两个人的二番战了 在上一次比赛当中 蕭龙是战胜的对手 好的 拿着压住他 拿着压住他 对 而目前蕭龙也是武林龙中对连胜最多的选手 十三场的连胜 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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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过来 等框 等框 这样子 等框 等框 目前来看 三百踢 上大踢 还是把蕭龙关进了自己的封闭式防守当中 我觉得如果说三百踢 上大踢在上位 想压住对手可能不容易 在下位可能还稍微好一些 对 这么压住他 几腹 几头都可以啊 磨了一会儿 你先磨了一会儿 做狐狸防守可以腿翻的 做狐狸防守 对 很好 压住他 蕭龙不过腿啊 这个就把重心压到对方很深前了 对方可能会扫他 已经开始布置了 右手已经抠到腿上了 我们看 让他翻一下 路对 好回哑 漂亮 很好 很好过腿啊 小龙是用了一个 心中有数人的 对 用了一个陷阱 过了半条腿 好的 切出来了一条腿 看蕭龙接下来地面上要怎么布置自己的战术安排 那沙买提 山大提现在也是进入到了半防 圈住蕭龙的一条腿 还是要在下位控制住一下对手啊 如果你给他这样齐称的机会啊 那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哎 想要去大扣大扣大扣 大扣拉出来 拉住了 这个很难做成 虽然上来一回合的绝对力量两个人都比较足 但是想要把蕭龙的这个胳膊给掰过来的确是不容易 压着 压着 压住他啊 不要让他翻力 他翻力的时候你可以拉住自己的大腿 走走啊 对 不错啊 可以打 小龙在这个位置还是可以击打一下对手的内部 一下一下地把对手给打松掉 大腿也可以 大腿也可以 往回 啊 果然这个干扰对于沙纳提来讲还是蛮奏效的 压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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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25秒 小龙 好 转身出来 依然没有逃通对手的封闭式防守 小龙 老头来一下 15秒 15秒 两个人还是相互的要去控制对手一条手臂 尤其是三百匹 三大匹这边 第一回合基本上快要结束了 就这样先缓缓也是 啊 过不去 这就过不去 对 马上时间到了 走 清醒点 加油 可以可以可以 第一局拿下 他就一个后百匹 你记住一定要让出来 而且你的第一扫 好 高手都可以做 有时候这个稍微靠近靠近出拳 连着两拳 可以 不用点 一定可以 这个比赛就微妙了 微妙了 微妙了 沙麦提比我之前想的要强 不会出现爆轮吧 但小龙现在的水平是他正常水平 沙麦提第一回合的那个爆腿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忽略了这个细节了 小龙是防摔做的很好的选手 完全没防住 遗憾就遗憾的 他没有控制住小龙 好 好 好的 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那不知道这一回合 双方会不会改变一部分的打法 尤其是小龙这边 战力当中是大力臣的重拳并没有发挥太多 对 往那左侧走 压一下他 他一动往左侧走 而且呢整个第一回合的时候 在战力方面没有给对手带来太多的限制 反而我觉得三百七三大提在第一回合 没有准打 对 往前靠 压 压进去 靠一靠靠靠靠 战力过程当中打得相对要主动一次 哦 你咋不接底摔呢 漂亮 三百七这往前冲的还是比较猛啊 哦 这个高扫漂亮 三百七三大提防得不错 他要去腿 你告别可以切腿摔啊 打得好享受啊 跟最顶尖高手对决 应该是这些选手梦梦一球的 哎呦 又没球 小龙躲得还是比较快啊 小龙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找到自己比赛的节奏啊 小龙要是这个攻击频率 你就得有重击打到三百提身上 对 要不这些对于裁判来讲 还是没有判分的依据啊 感觉热的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慢 还是在找机会给距离 又一个前摆 对 就他自己的优势 还是要都去打一打 又是一个后手 漂亮 不能一直跟小龙这样的去拼单击啊 这样单击可能是小龙更加擅长 也是他打倒对手的一个利器啊 小龙不敢进地面 那当然了 没必要进地面啊 对方下下位和上位都很强 哎 软了啊太软了啊 都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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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了晃了 晃了晃了 哦又是一个因为有一段时间 晓龙有个外号的一拳超人 再来给他一个 对 推开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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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家能够足以感觉到就是他的 拳的这个拳重啊 抓他的后手啊 抓抓抓 对抓他的后手反击 我们感觉刷牌有点软 你看 清格勒他们的这个指导方式 他给小龙一种这个心理给他一种这种鼓励 哎 看我们拿软了 是是是 哦两拳了 不敢再这样了 哎 我抓住我抓住我抓住他 我抓住他 我抓住他 哎 哦又是一拳 300提的晕了是吗 哎 假装镇定 其实他很累 而且他是心里很慌了你知道吧 漂亮了 漂亮了 半摔没有成功被对手反压 现在又是到了300提 刹那提的主动防御当中 比赛时间刚好过半 但是在这个位置 对于小龙来说 就说自己的重击可能没有办法去发挥 那刹那提这边也不能轻敌啊 毕竟小龙的权重在这放着 小龙你呼吸的时候可以激他脖 对 调整呼吸 对 漂亮 是清格勒我觉得好多喊的都是让三百提挺 是 对 你没劲了 你软了 对 这个就是合理利用边角的优势 嗯 干扰对方 对干扰对方 刚才也是一个重击 然后现在 微微的起身要抽手 可以把脚搭上 把脚搭上 脚也搭上 对 对 搭上 小龙想要是挂腿还是要做十字枯 出手 压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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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压住他 右腿 右腿 膝盖顶住他对 膝盖顶住他对 对 抱住他 小龙一会抽 抽一再再抽 慢慢抽啊 一再抽啊压住他抽 慢慢抽 这个跟第一回合那个一样了 比第一回合那个要 要 没做成 第一回合那个我觉得已经趋近于做成了 小龙精神状态是挺够 要不一般人可能会开了 绝对力量上 我个人觉得还是小龙会占有一定的优势 所以他这样的持续压制 对于小买奇沙纳提来说 想要逃脱可能并不是太容易 这一局小龙的优势就很明显 对 战力大的优势很明显 以免有压制 如果持续对对手这样压 想要逃脱的话可能并不容易 就是来到了侧身位 在这个位置 即便自己能够做一个起桥的翻身 也可能很难能够翻出来 况且现在小龙压的比较靠上 哎呦猴子也得 我觉得这个压得特别难受 上身全在对方身上 是啊 再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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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住他先打 不出来 手臂不出来 就圈住一条手臂 在这个位置击打对手的头部 小龙在压制过后 打的还是比较聪明 对 差点 再来 再来再来 少少少 少少虎叔再来一次 少少少再来 不信 组织不出来 组织不出来 整个头部啊 就完全暴露在了 骁龙能够击打的范围之内 打的打的 对 压住他打的 没了 漂亮 走啊 感谢观看 早鲜 快一点 掌描 是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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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 果然一上来之后双方互给腿了 对 绕着绕着晃大 他就冲一波 漂亮 把那个脚塞进来 就胡对方说 他的右眼已经竖章了 你就可以再继续击打 一般五回合的比赛 如果双方做足了准备 而且势均力敌 都是奔着五回合去打的话 那么这回合会成为 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局 就这个位置控制打 现在来到侧身位 又回到了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后半程 对于沙马提 沙马提来说 不是太有力的一个 把位和局面当中 对 击他 击他 对 击他 骁龙选的这个战术 就只适合他 对 就只适合他 你看又开始垂了 因为你如果压到对方 特别靠头的这个位置 其实对方的下身是很灵活 对 他是可以往起翻的 骁龙可以做到两只手 潜住对手让对方动不了 大多数人是做不到 就等于你用两手的力量 对抗对方全身 对对 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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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orians 2 可以 跪 跪 跪 比起来 别让他过去 把他拉回来 就系列 去车位拉他 如果连续是这样的把位的话 对沙马提 沙那提来说 可能会陷入另外一个困境 就是 战力的时候呢 没有讨到太多的便宜 就没有太多的优势 但是进入到地面之后 又被对手妥妥的压制 那这样的话 尤其是他在下位 又想要做各式各样的动作 急于逃脱的话 那对他来说 在体能消耗上 一定会比对方要大 他现在做的是一个 正面的十字交叉 这个十字交叉 对于选手来讲 这就叫100公斤体位 就是上位的选手 能创造100公斤的压力 而又是压到了一个侧压 比较靠上的一个位置 我们还敲肝狼腿 敲肝狼腿是防止对方 这个膝盖从他肚子上滑过去 他还可以感受到 因为现在势力蓝天被挡住 看不见了 漂亮 漂亮 加油 好了 两个人重新回到战力 又一个前刺 漂亮 飞膝和飞腿 其实出的有点盲目 衡空动作 很容易被对方接的 拉的对 把腿压住了 拉倒他 小硬了 做到一个锁把体勾住 勾住就可以打他 山北提应该是有一只眼疯了 被打肿了 这个位置要把这手往外拉一拉 然后如果能在睡水的腰部搭扣 就会从容一些 果然右手已经圈上去了 这就控制死了 很难跑 对 他因为他每一个动作的目标 不是为了转换 或者为了进一步的降服 他就是为了控制 步表很清晰 对 然后所以他这样的动作漏洞就行了 对 他现在小龙左手的这个位置啊 还是非常有力的 因为可以腾出来右手啊 就是进可攻推可守的一个位置 就是我如果进攻的时候呢 我可以击打对手的头部和内部 如果对手有一系列的动作的话呢 那么我直接把手在双手的腰后搭扣 对那个手摁住他 左手拉住他 打 对 拉住他的手 拉住拉住他 对 漂亮 你也拉住他 然后直接外拉 就可以继续破坏对手的重心和核心力量的发力 继续把对手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之内 搭扣进去 小心搭扣啊 找机会 如果小龙能够切过去自己的左腿的话 有可能会拿到对手的背 站起来 就这么站起来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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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两下 上上 吹两下 上上背了 对 左脚 一个勾 里边那个勾没进去 右臂已经开始往里去部署做裸脚的位置 打两下 打两下 对 打克 扣上他 手对 扣上他 对 很好 好 一分钟啊 把手向再次来 手扣手扣手 一开场就被对手压在了地面当中 的确是显得有点困难 再来 来 小龙 包打 漂亮 可以打两拳 可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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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垂了 来 用手 对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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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的这个位置 对于沙满提 沙那提来说 的确是非常的不利 因为还有30秒钟 这合合就要结束了 又是继续给垂击 这个大多数人不会这么选 就是我地面控制以后 我担心这个地方没法扩大 所以我会动 那小龙就是 我进了地面我就不动 现在是小龙更好地找到了自己的比赛节奏 而且这一回合拿下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他这个风格很难终结对手 但对手也很难有淘宝的机会 对 小龙的比赛 一般都是三回合 对 会打满 漂亮 这想要起身 对于沙满提来讲 现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走 一定要退的时候往左边 往左边 往左边 别往他后手退小龙 往左边 这局还是那样 他打的时候你就跑 对 见了吗 就走 就两边走 他越打不到了 他越没有信心 越打得到 特别好 对不对 你把他摔了 你保证中锁了 听到没有 你把他摔了 但是你靠近靠近 不要那么远 靠近靠近 就啪 推断下去 OK 沙满提体能不小 你看在两个人对战的时候 肖龙和他在对峙的时候 肖龙总能把他推倒 就是他体能和力量也有影响 而且他面对的这个对手 风格比较单一 就是缠斗比较好 对 对 好的 双方第四个回合的比赛开始 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武林龙东队 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的比赛现场 我们在中国郑州河南广播电视台 报告音播听 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 我是平安宇晨 你看就是刚才你问我那个问题 怎么防水 就这个盘跨 这个特别重要 仅仅仅过去了不到15秒的时间 却又被对手压到了地面当中 那如果是这样的态势的话 第四回合的比赛很可能会复制第三回合比赛的状态 车身 车身 他来提车身 如果比赛再次陷入这样的节奏 骁龙能够获胜的话 他将会把大比分给拉到一个2比2平 压住他 压住他 漂亮 压住他 打击 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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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把他胳膊再拉起来 你知道我的感觉啊 就跟骁龙打比赛啊 就特别难受 就他让你不能迅速地结束比赛 他就磨你 他折磨你 骁龙在这个什么爱好 他风格就是这样 他就是球稳为主 他整个人的爆发力并不是特别好 但是他心理素质就好 一直特别稳定 从现在画面当中 我们能够感觉到 山买梯 山乳梯 已经有一点点 就是体能储备不足的情况 对 看了 再来 拿小臂压的脖子也就要 第三回合和第二回合的部分优势 我觉得骁龙在这回合 其实可以打得更加从容一些 飞起来 起来 起来 站起来 没事 抓手 抓手 站起来 对 打弯 他想做牧村 但是这个需要有一定的角度 把胳膊弯过来才有机会 小龙很有经验 把胳膊一伸直就没有 有 漂亮 山买梯 山买梯 算是一位这种 在擂台上拼打型的运动员 而且他的站立功力要比地面要好一些 跪起来 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 抓着手 站起来 三面出发 对 可以 可以 骁龙龙的这个控制 的确我觉得值得很多人学一学 三脚脚 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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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盘上 脚盘上 都抬起来 小心 小心胳膊 小心胳膊 把自己的左胳膊拿出来 对 对 骁龙现在也是持续地去压对手 去卡对手的这个把位 坐 持住过 坐 坐 坐 三脚手 把脚盘上 骁龙不要再盖里 骁龙 骁龙你要过腿 骁龙 不要在这个位置 骁龙不要在这个位置 到安全位 安全位 小心三脚 小心三脚 漂亮 好机会 骁龙可以骑胜击打 骑胜就没问题了 骁龙你可以骑胜 骁龙这个太坏了 他是拿三脚做个引子 你要不要 你把腿抬起来 我就从那边过去 两次了 都是这么过的 骁龙伸直 骁龙也很贼啊 就是一直在转 沙纳提头的这个方向 大家可以看 基本上始终 下位的沙迈提 沙纳提 他的头是冲着擂台的中心位置 对 拿背 拿背 漂亮 上来过来再打 好的 翻身出来 骁龙继续上压 他现在只能把骁龙 往自己的 全封闭防守里面来带 然后挂腿 这个实际步的把位 没有做成 包饺子包住了啊 而骁龙现在是 拿了一条 刚才这下我差点 误以为是拍了 然后但是我觉得 应该不会啊 吸对 漂亮 吸他屁股 吸他腰 骁龙 对 骁龙在这个位置 以他手臂的维度 和他的绝对力量 其实是有可能 在这个位置做成一个 上位的手臂三角锁的 而且他现在手拿的这个位置 也是圈住了 三百提 沙纳提的后劲 整个左臂穿进来之后 那么右臂也会非常好的发力 就三百提 沙纳提的左手啊 一直不敢拿出来 就是不敢让骁龙去抄这个腋下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 走他 肚子 骁龙 走 肚子 肚子 走他 对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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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猛猛 当然一个起乔 但是目前这样的起乔 会显得有一点点徒劳 而且非常的耗费体能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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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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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秒 不知道沙纳提能不能扛过 现在这20多秒 给贝拉连续的锤机 30秒 猴子 好 翻身过来 还有最后的10秒钟 不知道沙纳提能不能扛过 叫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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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掉的 因为他还有动作 沙纳提太顽强了 沙纳提加油 扛住了 哇 没打掉 我看见了 因为他还有动作 沙纳提加油 扛住了 因为他还有动作 看见了 他是拍了还是没拍啊 我没看见 我没有看见他 他没拍 他没有拍 就是他那样捶机的话 他只要有动作 那就不会看见 再打他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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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看见他拍电 但是我们一会儿 可以看一下慢放有没有 因为按照我们规则的话 就是沙纳在不断地捶机 在锤的时候 他只要有这个反击的动作 哪怕我没有打到沙纳 只要我有反击的动作的话 这个裁判是不叫停的 你现在已经稳了 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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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体呼吸 你现在是需要呼吸 他比你还累 你什么 你想用什么 你就用 生育会好好发挥一下 OK 这回你不能倒了 你千万不要倒 你想办法 你得把它摔了 我们看一下慢放 我们看一下慢放 有没有拍 先推一下 再推一下 转身了 没有 他是这样过来盖 这是拍了吗 就这一下吗 这样如果是两下的话 还是确实像拍了的所以 其实在这个国际惯例里边 拍几下并没有一个 严格或者明晰的认定 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认定 就是对手如果投降的话 他是不会再进行任何反击的了 中间有一个小失误 沙迈提不知道他是拍手了 还是没有拍手了 那一分钟肖龙很暴露 其实我特别害怕 在第五回合的时候 他带琴去打 放平心态 放平心态 没关系 你最相当于就是打满五分头 对 你坐这 不要急 先坐 坐坐你坐坐你的 你坐你的 你可以吗 来 起来 可以 你刚才那个动作应该是在压零上 别人敲零的时候 你可能有拍第一动作 所以我认为你没有放弃 你也听懂了吗 没准 好吧 快点 快 好的 那这一场金腰带的未免战呢 赛点的比赛啊 还是打到了第五个回合呀 漂亮 后手 后手 白拳 对 大白拳 漂亮 大白拳 对 漂亮 对 漂亮 对 压住打 不急 不急 不急啊 就压住打打 压五分钟就行 下潜的抱腿之后 又是破坏了对手的重心 肖龙继续把对手带入到了地面当中 以我对肖龙的了解啊 这是他很少用的比赛的打法 就是一上来之后跟对手打地面压制 就压五分钟也不给对方机会 对 因为我不一定会 对啊 把中心提起来 整个把自己的重心 用两肩压在对方身上 我觉得以肖龙的性格 他不会就这样压五分钟不动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他也不会做龙继续的金腰带这么久 是 因为他之前一直属于那种 就是拼打型的选手啊 就这场比赛我一定要想办法 要么打个KO 或者打一个TKO出现 那么这场比赛 我觉得他的战术安排 还是比较合理的啊 就是说 尤其是在第二回合 和第三回合转折局的时候 就是一看 那么我打战力的时候 可能不会太吃亏 那么到地面之后呢 我又能够压得住你 山美梯现在是翻不过来 因为头颈一旦被控制住 你整个身体是移动不了 如果想赢的话 赢得更稳妥一些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跳 坐小龙 可以打打鼓 让他那么过腿 然后你把那左脚放进去 不是挑翻吗 插手腕 对 灯框 你要不得放手 持续使用这样的压制和控制 应该也会给自己 带来一个很大的利好 把左手拿着呢 拿过来坐过去 没事 拿过来坐手 对 推过去 对 对 山美梯的确 我觉得体能消耗得挺快 差不多第二回合就 就出现了明显的掉的比较厉害了 把手从上面拿过来 把手 把手从上面拿过来 对 拿过来 对 扒到他头下过去 在这个靶位当中 骁龙依然处于上位的压制位 那么也是被迫 让山美梯 山那提 做了一个半封闭式的防守 山美梯还想做木村 但这种算 他怎么这么执着于木村 因为木村靶 如果能够拿到 很有可能会去端爬 对 压住他 对 右手被打 手标给他 手标给 对 拉住自己 手标拉住 漂亮 好在现在在龙网边 看山美梯 山那提 能不能再往后走一走 往后甩一下就有了 对 往后甩一下就有了 算 在这个位置当中 骁龙还是会给出 一部分自己的进攻输出的 好 压住对手的一个手臂 然后过来转身 还是要往拿背去走 等一下 先不要急 先捶两拳 对 打一打 控制住对手的左臂 全过来 继续找位子给捶机 所以山美梯 山那提 最终于受到困难 他就是 还是要腾出来自己的一只手 去控制住骁龙的一条手臂 托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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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连续的垂直对他来说 不仅仅是伤害值上的消耗 是可能比赛当中 抑制上的消耗也会一点一点的被磨掉 骁龙在这个位置已经连续给出了至少七拳了 猴子的内心崩溃了真的 的确啊 骁龙这次为自己的未免战和俱乐部黄金联赛 总决赛在体能储备上做的真是不错啊 到了第五回合 依然能把对手压制的这么死 而且给出的这样的进攻输出还依然非常的有力 真的是不容易 在侧身位的压制 今天成为了骁龙给自己抢分 和拿到利好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比赛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就五十多秒 小龙水 漂亮 三拳 漂亮 就可以打三拳 对 不放弃 卡住就坐 沐村 沐村 沐村抠上 对 沙美提沙那提今天真的是在地面上被压制的时候疲于应对啊 这场比赛对他来说打的略显辛苦 继续往身体的另外一侧来过腿 在这个位置可以击打对手的内部 就捶打了啊 好 这位 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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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捶两拳 先捶两拳 漂亮 小龙在这个位置打内部还是比较有刃有余的 又是一个肘 对 打就完了二十秒 松了 松了 再打小龙再打 再打小龙再打 走走走走走 再打没心 再打没心 马上输了 双方应该会以这样的把位来结束比赛了 走走 走走 OK 这吧 说起动 最大呢 看起动 是 动作 作词 是 有点 会的 竟然这么 innovate 是 反正的 好 进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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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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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好了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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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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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不光是这个跟俱乐部成为了亚军 而且还拿到了个人的赛季的MVP 对 MVP还有金腰带 再次出货我们赢亮级临时金腰带拥有者 东北飞虎上志炮 所以应该说这一年 虽然没有来龙东队打比赛 但是状态保持的应该还可以 对 因为我一直都保持训练 一直这个竞技状态都非常好 包括这次接到比赛的通知的时候 就一直在全力的备战 制法从2011年12年 这个进入57公斤级到现在 上志法在中国57和61这两个级别里 应该是最好的选手之一 而且他身肩多条腰带 我觉得最让我欣赏上志法的一点是 他从来都不交 一直把自己的心态放得很平 一直给我们讲一些人生的一些道理 包括他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对我们的启发都非常地大 在我们武术学校里边 有一句特别好玩的话 说武术教练就像保姆 从我们吃饭到我们上课 到我们晚上睡觉 他都得去看着我们 我们体育可能跟很多文化科老师不太像 所有教体育的教武术的教练老师 对我们的关心都不仅仅是在训练上 他们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在陪伴我们成长 在综合格斗这个比赛里 特别是综合格斗这个项目 其实是比较现代的 那其实在综合格斗比赛里 更多的人是教练 教练是教给我技术的人 我超过你了的时候 我就不再需要你了 我需要一个更好的教练 而师傅不一样 师傅更多的是让你教你做人的人 让你怎么走 怎么看前面的路 而并不仅仅教给你技术 我觉得可以很真实地说 上课法的水平已经超过龙云老师 在综合格斗这件事上 但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上课法跟龙云老师 两个人的关系 依然是这种非常默契 且彼此信任的关系 我觉得光聊我们感受还不够 既然这样了 我们就把师傅请上来一块聊 行不行 反正师傅也来了 好吗 可以 来 有请我们龙云格斗的掌门人 姜龙云老师 姜老师 来 有请您站到这边来 我们就有请上课法的师傅 父亲 朋友 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姜龙云 刚才您的徒弟 说您跟他在生活当中 这种密切的关系 您应该就是 不止和上课法是这样 应该很多的徒弟 都是这样的状态 当然上课法的话多少 咱们是这个颜色 人员 所以在学阅上 您未经营训辑 这种事实在的 您是真的 他们就会 都会 大工人 大功魂 大功都是人上人 这样讲的话 我觉得接下来这场比赛 对于上智法来说 非常非常重要了 因为这场比赛 你的大师兄 你的关门弟子艾徒的表现 将会决定着 你们今年是能否夺回冠军 还是亚军 你有什么要对艾徒嘱托的 最关键的一场 请不吝点赞订阅 是一个特反尔赛的感觉 就是这事啊 咱们不放开打 咱轻轻打 也能赢 也能赢 刘老师好自信啊 那这样江老师 您到下面先做一下 战术部署 一会儿要好好地 再给弟子临场指挥一下 好不好 稍作休息一下 好 谢谢您 江老师 稍作休息啊 其实我觉得智法能够 在综合格斗当中 有这么高的建树 跟你的努力 跟老师的指导 其实包括跟家人的支持 都是分不开的 对 你觉得家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你给予了哪些支持 我一开始 刚开始练的时候 没等打比赛呢 我就已经受伤了 但是完全半年就没动 膝盖砸伤 也有想过放弃 当时也是 我二姐 还是比较支持我的 对 14年左右的时候 其实综合格斗 在国内还是比较少的 对 所以说比赛什么的没有那么多 所以支撑不了 就是你的经济收入 1314年应该是 中国MMA的一个预冷期 那个时候的比赛非常少 而且原来有的比赛也倒闭了 对于那一波的 综合格斗选手来讲 那两年应该是 最难过的两年 对 所以当时我就去了半年 半年之后 到15年的年初 我自己的个人问题 也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当时也是 我的家里人 包括我的姐姐 她们都是 无法 了 这个我自己的经济 不知 你 我 没 我 你 你 我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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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舍弃了这一切 对 所以他就一直在支持我 就为了让我能够专心地去比赛训练 我都感觉我就是很对不起的冠军 其实在中国上智法这一代的运动员里 上智法并不是最有天分 上智法之所以现在身背多条腰带 不仅仅是他自己的 有他姐姐的 有他师父的 还有每一个为上智法付出的人 我相信上智法不需要任何的自责 因为你把所有人对你的努力都变现了 而这个变现是他们每一个人 都最愿意看到的最好结果 所以这场比赛上智法不要有压力 这场比赛你只要打住你自己就好 早点比赛 一会儿好报平安 好吗 好嘞 准备一下 好 加油 第二个加油 加油 这份亲情让我们感受到了暖暖的农意 亲情感受完了 必须让你们感受一点爱情 一说到爱情我估计大家心里都有数了吧 娃娃脸 机关枪 老是把我们喂的饱饱的 狗粮吃饱 撒狗粮高手 狗粮管宝 郑伯切 我就说怎么能少得了这个 满面春风啊今天看起来年过得不错 大家好 我叫郑伯切 有点紧张 名字您不用说了 你就说我是撒狗粮高手 撒狗粮大师 今天带了几斤狗粮 没事 大家能吃饱就好了 我谢谢您 其实我 我觉得我的一生当中就是在追求这个爱情 因为我从小就是我爷爷奶奶大大的 然后我觉得我对这个情字这一方面 特别的就是追求比较多 然后特别的在意 缺少这种亲情 缺少爱 缺少父母的一些陪伴 对 你在综合格斗类台上 所想取得的一切的成绩 都是为了你的爱情 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 对 对 在外发展我自己的事业 就是为了成就我自己的家庭 这个发言刚进行了一分钟 我已经饱了 已经饱了 爆击了 我要问一个让你们更饱的问题 一般过年家里都会催 要不要带女朋友回家 过年你是回了自己家 还是去了女朋友家 过年的时候在家里面假期 然后我每天都是去女朋友家里面 然后你们家离你女朋友家有多远 因为我们俩都在老家在农村 然后我们家有隔了一座大山 一座山 一座山 真是男追女隔座山 你看看啊 然后呢 我每天就是早上的时候 然后跑步啊 走过去啊 然后去见她 还有的时候 我觉得最浪漫的时候 就是下雪天吧 然后去走过去的时候 然后她也出来一起看雪 然后我觉得特别的精彩 特别的美 你这么频繁地出现在你女朋友家 丈母娘不会有一点 对 不嫌弃吗 拿着棍儿 你又来 你来吃饭的还是怎么 出去 这个都说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满意 您这未来的岳母 对您是什么样的态度 我最喜欢吃泥丘嘛 然后她就给我做那个提前 就给我把泥丘配掉 我就买好了 然后我回去吃的时候 我就给我一大盆 然后我吃完连那个骨头都吃掉 然后我就 每天都去还没改口呢 等一年半的时候 以后我就去她家提亲 她现在在上研究生案 是在这几年比赛 然后我一直在积赏自己的奖金 然后之前给她家乡买了一套房子 然后也一直在装修 然后现在装到了一半 然后也没有其他的资金 然后我想等再努力这个一年半 对 把自己的弄好之后 然后就是可以去提亲 钱可以慢慢挣 但是能够在家庭 尤其是在未来的丈母娘进步当中 加深印象分比啥都重要 看起来有一种势在必得的感觉 对啊 人家这摸解心想 急什么呀 是我的丈母娘永远跑不了 没事 我等个一年半 对 对 我先叫你一年半阿姨 回头叫你妈的时候 你天天得给我做泥酒 上一次的节目 然后女朋友给录屏了 然后发给了阿姨看 然后阿姨她看了之后 没有说其他的 但是我觉得她很满意 很非常的开心 你知道上一次 这个你的未来的岳母看到 女朋友给你的录屏之后啊 她可能没好意思给你当面表达 但是呢今天比赛之前 专门告诉我们节目组 她有话跟你说 来看一下 好不好 郑伯切 这次你参加金腰带 我们知道以后都非常高兴 我们在家里回你加油 希望你试着放松心情 你一直以来都很努定 我们相信你 加油 加油 真的 我觉得郑伯切度过了人生中 最紧张的一分钟 手脚没地儿放啊 这场比赛打上之前 我们先来听听女朋友 对你的嘱托 好不好 哈喽 老郑同学 惊不惊喜一笔一歪 没有想到我会在这里 给你录一个小视频吧 虽然这一次比赛 没能来到现场 但是我会在这里为你 加油 打气 希望你能够发挥出 自己最好的水平 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 我都会陪着你 然后我想说 你现在努力 拼搏 上镜的样子就是你 最棒 最帅 最闷的你 我相信我们美好的未来 就在不远处 然后我也相信你 等你回来 我来给你翻译一下最后那句 最后那句不是等你回来 说的是等你来娶我 震姐 这个节目简直是太饱了 我跟你说吧 我也是 我听到以后我瞬间激情澎湃 刚才就女朋友说 最man的你的时候 郑伯介在台下双拳一击呀 我的天 充电充满了这是 咱赶紧就着这个劲吧 行啊 对 准备迎来你这场的荣誉之战 好不好 好 来请上你的对手上智法 刚才的聊天 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 暖暖的浓意啊 亲情和爱情 给两位做个小采访 那伯介其实输给过智法 而且输了不止一次 对 你有什么自信 这次一定能战胜上智法呢 在前一次输的的时候 然后我特别的不服 然后我一直以他为我的目标 经过了两年 我已经成长了 我有成长的很快 我相信我自己 我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起点 然后我相信我绝对可以 上智法是中国营量级 最强的选手之一 可以说一点不夸张的说 他是个六边形战士 没有什么短板 你即使提高 你准备用什么战术战胜他 什么战术现在 现在还 可不说 上去的时候 看情况发挥 相信自己 把自己的风格打出来 就这样 那智法 这条腰带对你 对团队 对你以后的发展 包括对你的姐姐 都非常的重要 你已经赢过他两次 这场比赛 你准备拿几回合战胜对手 我想以最快的方式 结束这场战斗 郑波切的两年应该是龙龙队所有选手里面进化速度最快的选手 对他的比赛我也看了 他这两年实在有进步 不过我一直在刻骨的训练 那句话你永远不要低估一颗冠军的心 这个腰带最震撼你 来吧 我这次就是来干仗的 别上头 别上头 所以说 你这把赢不了 我就是来干的 我想没想其他的 我觉得放狠话 韩姐已经结束了 两位完全可以进入比赛状态了 好 我们共同来期待这场生死之战 这场比赛过后 今晚最大的悬念也会揭晓 谁能够问顶我们的景泰兰的冠军奖杯呢 共同来期待 接下来您将会看到的是 2021赛季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 总决赛的最后一场较亮 再来漂亮 漂亮 再往前走 再来就这么近 这么近 就这样 打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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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好 软了软了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大家千万不要眨眼睛的原因 可能一拳 就会奠定整个比赛的走向 真正是结果 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的 景泰兰黄金奖杯 将会迎来她的新一位主人 到底会是谁呢